翠绿的蔬菜苗每一朵都是有机农业专区精心栽种出来 但今年新冠肺炎捣乱让产销价格不如往年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导致很多的所谓的餐厅食材业者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人到餐厅去 所以相对的这个供应链里面 那我们就生产最基本端就受到影响了 屏东县政府为体恤农民针对四个公社农业区实施租金全免 那这次呢现场特别提恤我们农民接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担心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所以特别推出了这个免租金或免权利金的这个专案的这个辅导措施 针对进住的农户予以经年度免缴或者是以缴纳者予以退还 屏东今年四个农业专区包含海丰 兴赤 爱辽西和久如其老段 就以海丰来说全区12.69公顷 以一公顷6万多元来计算免租金额就将近七八十万 四个专区加起来就高达232万 压力减少很多啦 这起码这不无小谷啦 这个很体现这个县政府呢 我们县长很体现我们这个辛苦的小农民 减少我们这一年的这个租金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 这真的是血中送炭 疫情影响生计 屏东县政府看到了农民辛苦 也希望和他们一起渡过难关 缓缓一口气 屏东新闻蔡孟俊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